今天视频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去年我比较爱穿的鞋 然后今天都是一些表片贵点的鞋 这双呢就是My Queen的这双厚底鞋 然后大家看一下它的底有多厚 穿这双鞋怎么也得有一米七三了 然后它呢本身就是黑白偏色 是我喜欢的配色 然后它的样子其实很像一双帆布鞋 穿起来呢我本来会觉得它其实很难走 但是其实穿起来还好 我穿它多少次从来没有磨过脚 但是你就会觉得稍微有点沉 我现在一只手拿着它 拿到现在就已经觉得这个胳膊有点抬不起来 它就是会沉一点 但是一般说真的后底鞋很难有清的 这个程度已经比一会儿我要说到的很多鞋要强很多 但是后底鞋的好处呢 就是它穿起来会显得腿非常的细 就是两根腿跟两根筷子两根马甲似的 因为它本身就有点像船一样又宽又厚又大 然后但是黑白呢也比较好搭 这双鞋其实我还挺个难推荐的 但我比较推荐老板 因为最近My Queen这款鞋出了新版 新版的好像是扣子就不是这样的了 是变成那种彩色的 稍微有一点点土 就是还是这种最简单的样子最好看 然后它这边会有My Queen的这个标 但是也是不太明显 看起来就是一双像一双后底的黑白的帆布一样 长成这个样子 说真的因为你从正面看的时候 My Queen因为它这个鞋头会比较大 所以就更显得脚踝很细的感觉 然后大家不要吐槽我的袜子 我知道它是一样一只好吧 因为我现在暂时找不到一样的蜡子了 所以它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穿起来就这双鞋 如果你想在这种篇我今天介绍的鞋里面 可能最显腿细的话 那我比较推荐蛮硬的这双 但是说真的我觉得这双 其实你但凡配一个牛仔裤 都不如露腿穿袜子穿它好看 大家可以把袜子搞得特别一点 上脚的它就这个样 大家可以感觉出它真的就很显 脚踝加小腿会显得真的非常的细腻 然后就是Sanel的这双黑白的熊猫鞋 它也是一个黑白的配色 因为我无数次跟大家说 我真的很喜欢黑白的配色 然后像一天我不是说 就是有人送了我一双Sanel的那个板鞋嘛 但是这两双比起来 其实我还是会更喜欢这个多一点 这个我建议大家可以买大半个盲 因为我买的是正盲 我穿起来会稍微觉得有一点点疾忆 然后它整体都是那种 感觉里面有一点绒似的 就是它整体摸起来都是很软的 穿起来还挺舒服的 因为Sanel家的鞋 其实都是比较难穿的 但这双鞋出奇意外的还蛮舒服的 然后它后面有Sanel的这个标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双鞋被我穿成什么烂样子 就我这双鞋利用率非常的高 在冬天你可以拿它配任何的大衣 毛毛的皮草都没问题 就是有一个混搭 因为它本身就是这种黑白 样子又够简单 只有后面有两个小logo 整体非常的好搭 很百搭 然后里面有一个Sanel的标 它就是这个样子 但这双鞋具体多少钱 我有点想不起来了 但Sanel家的鞋差不多都是 七八千 六七 六千到八千这个样子 它穿起来呢 就这个样子 还是挺运动的 然后这双鞋 就是我利用率会非常的高 因为它本身就很百搭 然后就是这双硅地 硅地呢 我知道它贵 就是很多人也在观望 要不要买硅地 我是很推荐大家买硅地 因为利用率会非常的高 我知道这一双靴子 要八九千的样子吧 要不就七千到九千之间吧 就真的很贵很贵 我在SKP看的时候 它有一万多 我平时不打折的时候 就非常贵 但是说真的很值得 因为你可以千年万年穿下去 它全身没有一丁点logo 就是这么一个 看起来有一点旧旧的靴子 但是它真的很好搭 我买了它之后 利用率非常的高 早就穿回本了 而且它真的是我所有短靴里面 最显瘦 最好搭 它跟什么风格都搭起来 你穿一个小连衣裙 你跟硅地都搭得起来 你甭说穿什么卫衣 西服 你任何你都可以跟硅地搭 而且它整体质量也很好 皮子非常软 但是我建议冬天 大家可以在里面 垫一个鞋掉 因为它里面那个皮子 就跟它表面那个皮子一样 都是有一点滑 不容易打滑的感觉 但是说真的 硅地你就是看起来 平平无奇 但它为啥买那么贵 首先质量过关 第二穿上真的好看 第三真的显瘦 硅地穿起来 非常的经典百搭 因为硅地毕竟火了这么多年 我估计以后也一直会火下去 而且它也是基本上 一直在涨价嘛 我觉得大家早买早下 手的好 然后我这个硅地 是完全没有贴底的 底已经就是蛮烂的了 然后如果大家买回来 如果你比较心疼 它这个大皮底的话 大家可以贴一个底 因为它整体都比较滑 你贴个底之后 反而还能防滑一点 硅地穿起来 也是很显腿细的那种 然后如果你的脚踝 不够细的话 其实它这个位置 有的时候 你不一定能给它 全部拉起来 就是拉到一半 就是你给它 稍微敞开了这样穿 是另外一种感觉 敞开了穿 其实会显得脚踝 更细一点 就是看大家怎么喜欢吧 我一般是比较 给它全拉上 当然你这么敞开穿 就会更酷一点的感觉 大家可以看一下 硅地它本身的这个形呢 鞋头是有点往上翘的 所以其实它穿起来 就会跟普通的靴子不一样 硅地真的蛮好看 我真的很跟大家推荐 虽然说它那么贵吧 最后就是这双 Gucci比较偏富古一点的鞋 然后这双 我今年也是穿的蛮多的 它这个我穿起来 怎么也得有 也是有1米75了 根非常非常高 如果你是个子矮的妹妹的话 我很建议穿它 我在这里可以贴一张 我之前去杭州的时候 穿它的骨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为这个鞋真的是像一个大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感觉它比我脸都大 就是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很宽 很沉 很厚重的感觉 就显得我那两根腿 就是一碰就舌的感觉 这双鞋让我穿的蛮脏的 而且其实它冬天 就是配袜子穿会很好看 但是最好是那种小腿袜 或者是到大腿的袜子会更好看 我觉得夏天它的利用率会更高一点 大家可以配一个什么小制服 跟它真的超级搭 我前两天不是出了一个丝袜合集吗 然后那条数据还蛮好的 那条里面穿的就是这双鞋 当然当时就莫名其妙的男的过来留言 说什么鞋不好看 关你屁事 就是这双Gucci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超级的闲腿系 非常非常的闲腿系 因为它真的就是很大一只 然后就是大家可以听一下 你听一下它这个尘度 而且它前面这个复古的金扣 也是整个显得这个鞋很复古的感觉 非常非常白搭 你看像我今天穿一个这样的外衣 你套西服 或者是配大衣 毛衣 然后哪怕是那种 稍微复古一点小裙子 只要你别穿到太粉嫩 我觉得跟它都是搭得起来的 其实你粉嫩一点没关系 你配一双黑粉相间的袜子 也很好看 穿起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的闲腿系这双鞋 这双鞋也是大家直接买正碗就可以 然后只要你不介意它的沉度就可以 刚开始穿的时候 如果你没穿过太沉的鞋 你可能脚背需要适应一下 因为它上面有给你加脚背 因为太沉了嘛 但是完全就别的地方 完全没有磨脚的感觉 超好看这双鞋 贼百搭 好了那这就是今天的 年度爱用写字贵价篇 那过两天我会继续给大家出更多的合集 我最近收到很多东西 我都憋着没有给大家拍开箱 因为我要把它放到合集里面跟大家介绍 那一定记得给小长点赞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 要不然就有可能再刷不到我的视频 那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